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弟兄姐妹 晚上好 我们先翻到一处经文 《贴草罗尼加前书》第五章 我们刚过的一个礼拜 开始了改革培训班 讲到基督教伦理 这方面的事情 在祷告会我觉得我再次强调 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益处 我也盼望各位可以的话 就跟着这个系列 我们先读经五章十二节 这里说 弟兄们 我们劝你们敬重 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 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 劝解你们的 我们马上会知道 在一个教会里面一定有权柄系统 一定有上面有治理的 判断的 有立场的 在这个当中也一定有劝解 劝解是一定有对的 有是不对的 我们知道有人在的地方 有时候有过失 那神的公义 慈爱 一起要显明出来 所以这个治理的人是很重要的 所以保罗说 特别要敬重他们 不是怕他们 要敬重 要服从他们的权柄 第十三节 又因他们所做的功 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一个关系 但是也有一个畏惧要尊重 那么你们也要彼此和睦 这是神所喜悦的 那我们又劝弟兄们 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勉励灰心的人 辅助软弱的人 也要向众人忍耐 各位 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因为我们心里的偏向 我们很容易选有一些字眼 我们来到一个教会 我们很软弱 我们总是需要人家辅助我们 然后大家彼此相爱 忍耐 但是你不要忘记 在整个经文里面也有讲到要警戒 教会有时候不守规矩 分门结党的 有些灰心的人 要勉励让他站起来 所以忍耐的意思不代表没有公义 没有责备 不代表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有时读经要很全备的理解 保罗要带出来整体教会的一个 圣洁的一个文化是什么 十五节一起读 你们要谨慎 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 或是彼此相待 或是待众人 要尝求良善 各位 我们都会知道 当我们讲到基督教伦理的时候 我们能以很多方面来探讨 刚刚过的星期六 我说圣经里面有三个部分 是我们探讨伦理的一个根基 在哪里主给的十诫命 还有什么 我们主耶稣讲的 灯山宝旋的信息 还有使徒他带来的很多使徒的教训 在使徒书信里面 有关行事为人的那些教导 那当然我不想我们弟兄们 弟兄姐妹们听了这些信息 只有懂我们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实际上我们在遇到 人的软弱的时候是很复杂的 很多教会里面的情况 是有它的复杂性的 那有些时候呢 是可能那个教会的文化是这样 有些东西是非还不明确 有时候我们会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是非不明确 人这样做到底对吗 或者一来教会都是这样处理事情 或者用钱用的很随便 还是什么 那这种东西我们也知道有它的文化性 但是慢慢教会要调整过来 有时候好像初代教会的时候 食物分的时候 好像有被忽略了有一些人 那小小的问题出现的时候 我们马上知道神要彰显他的公义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知道 当我们要指出一些错的时候 我们也要知道那个错有在哪里 我们有时候也不要说成为一个太戒律的人 有时候我们交往过正 你们明白这句话吗 有些人就是很端正 然后呢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他不明白教会里面的有些复杂性 那我们刚过的一个疫情 我们就会知道了 比如说我们一定要遵照这个国家的法律 我们不要犯法 但是你会知道我们一起来要聚会 真的每张椅子就一米一米 这样有些人绝对一定要这样 八十公分都不能 所以这个东西你要问出自什么 我们 我从马来西亚回来 有一个弟兄说 我们有一些弟兄们他们做生意 摆摊的时候 只能摆到这边 他们摆到有一点路口 你看基督徒这样做 对不对 我说警察有没有做 警察也没有做 但是按着法律不对 牧师你觉得怎样 我也当时候想 你问我这样的问题 我心里面就想说 那警察没有做的话 我们不要比政府更严 明白吗 所以 有些东西是有它的灵活性 当然有大错有小错 有时候一个人他被 会暂时被有一些小过犯所生 我们指责他 或者说提醒他 这样的态度就好 不要弄到 就是讲到他是大罪人 有些提醒 有些人是知道 心里面有受教导 也会明白 但是我们当然也会知道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基督教 伦理要教导得好 那不然呢 我们会发现整个教会 没有一个公义的根基 我可以说 教会现在越来越少 教导这个基督教伦理 有几个理由 因为现在大致上教会 都是怎么说 他们都是多关注 教会人数多 然后要把人引进教会 所以都是说传福音 我们教会也是真的宣教传福音 对不对 所以到一个地步 你看人越来越多 来的时候 教会一个一个建立起来 有些人就会失去方向了 说这个伦理的东西 不要讲得太细 太起 所以我们就比较松一点 人喜欢 各位 这个想法有时也是不对的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你说你继续传福音 你是要传这位神 祂的属性是什么 你要人怎么信祂 跟从祂 所以你到一个地步 如果只是救恩 只是爱 没有一个基督徒 应该要在教会生活的一个准则的时候 那这个是乱信乱来 这些方面 那也有 很多时候我也发现 当一个教会越是讲究关系 讲究爱 对不对 你要小心 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爱是圣洁的 但是往往我们在一个社会 群族会看见 当一个多强调关系的群族 或者社会 你会发现同样的 他们会削弱法律 你们有没有发现 削弱法律 你到一个国家去 大家都很讲关系 很多时候 我不是说他们没有法律 但是 有人犯错犯规犯法的时候 我们 朋友朋友这样解决 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知道教会是 的确是这个关系是恩典生出来 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 跟人的关系 对不对 从十字架的福音生出来 从恩典生出来 但是恩典不是取代律法的 恩典是成全律法的 阿们 各位 你一定明白 还有一个理由 我也发现 现在的人 越来越少教导 教会 越来越少教导 伦理的理由是 现在讲伦理 讲来讲去 都不能有纪律 人都不服权 你给他纪律 他就离开教会 好像是这样 或者不来教会 那你讲 伦理有什么用 各位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 与其这样想 我们要问 如果你不教导 基督教伦理 你给予纪律的根基在哪里 对不对 难道是牧师不喜欢的就给他纪律 牧师喜欢的就不给他纪律 那个根基在哪里 对我们一定有一个 一个脸章嘛 对不对 一定很清楚的 这样就是不行的 我们这样对待彼此 对待弟兄姐妹 这样的态度不行的 我们这样的治理教会 有不公正的 对我们好像很偏袒 这样不偏袒的 当然有时候很难取得平衡 要灵活 所以治理的人要很有智慧 但是背后 一定有一些公义的原则 他心中有明白有些伦理 我们爱神爱人 活在神面前 也愿意要活在 愿意取得众人的喜悦的时候 我们应当怎么做 所以你不讲基督教伦理 整个教会人数越来越多 他们把自己的背景 文化信念 全部带进来的时候 你就发现最后怎么办 Public opinion 教会有一群三四十个人 他们是这样的 他们的想法 他们是来自这个教会 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大家都要屈服于他们 但是我们没有问 这样是不是符合圣经 所以绝对不能 在这个时候 我考虑了很久 我经过圣灵的带领 引导的时候 我就明白说 这个是绝对要教导的 当然我说回去 我们要执行有一些纪律 我们一定要注意那些很复杂的情况 但是我要特别说的就是 犯罪过犯每个人都有 但是比人的犯罪更严重的是什么 我们包庇那个过犯 我们把它遮盖 我们觉得这个不是问题 当我们罪被遮盖的时候 就会在里面腐烂 然后有一些罪 当我们继续让它腐烂的时候 教会就会形成了一种很不健康的文化 不健康的常规 然后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 都有是非之心 我们看上去的时候 我们心里就是 这样的过犯不被处理 领袖们也没有讲 然后继续好像纵容的时候 人就会受伤 良心受伤 那就会对这个福音 甚至产生一些疑惑误解 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就是祂来到地上的时候 祂行出 我们上帝要祂行出的那个爱的表现 对不对 拯救人 医治人 释放人 但是祂也有 在几次圣殿动怒的时候 为什么 看到整个圣殿成为贼窝 大家就做买卖 大家有他们的理由 远方有人来嘛 要献祭 我们有卖这些羊 鸽子 有献祭 对不对 但是主的眼光看到的时候 这是不合理的 这是把整个主的教会变成贼窝 所以他就动了异怒 不让这样的文化 在教会里面就产生 所以有时候 牧师讲一些观念的时候 我从以前开始就讲了 有些东西我们 我们以前没有讲 就叫伦理这个字 现在是改革培训的时候 我们正式要学习这个东西 但是有些东西我说了 我们到教会来 不是来这边卖产品 牧师每次这样讲这些话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东西多起来 他也来卖 每个人都有自己 然后都变成在教会做生意 这个 然后谈论谈这些东西 那马上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心里就会觉得不对了 那起码牧者有一个立场 有些人下面偷偷讲 这个东西是 我心里面不是说纵容 但是我的立场讲的时候 如果在座的人会自觉惭愧 我讲的时候也把那个理由讲出来 不是我特别的挑剔 还是鸡蛋里挑骨头 那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个属灵的理由 对不对 所以不让这些东西成为一种文化 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东西的 比如说在异性方面的事情 有些人男跟女之间不应该的 有些不减点的行为 有点暧昧 不寻常的关系的时候 其实牧师也是懂的 但是这些东西 我是有百般的忍耐 也有些东西要弄清楚 明白 但是如果到一个地步 我觉得已经不能了 应该是 我觉得说 这些暧昧的关系不荣耀主 我会找那个人讲 或者如果他是教导的 我会停止他的教导 这个是牧师有时候私下做的东西 你们可能没有发现 但是我一定会做的 因为这个是牵扯到上帝的公义 尤其我们领袖人做教导的人 教导众人的人 这个水准一定是更高的 应该是这样 对不对 我特别祷告会这样讲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我在治理教会里面的 有一些水准 有一些要求是什么 所以有时候特别 这方面我们总是要明白 不让这样的有损害教会的 损害福音神的名的文化 就是产生 然后叫神的名受毁谤 有些东西是当然在萌芽期 萌芽期 快点 禁止他 有一些东西是要弄清楚 是非黑白 对不对 所以教会里面也都有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在讲基督教伦理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我们也要判断的清楚 各位注意 有一些罪是个人的软弱过犯 有一些体制 私下 有时候我们用爱心劝解 这也是基督教伦理要学的 圣经说 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剩 你要用温柔劝解 温柔劝解不是强烈的劝解 所以你在人的有一些过犯 你过度强烈劝解 伤到人的良心就不对 对不对 但是你不劝解 那也不好 它是越来越糟糕的 会有的 另外有一些情况 我们要注意的是 有一些罪有一种传染力 已经形成一种风气 大家已经不认为这个是有问题 大家都这么做 大家都接纳的时候 其实这种罪有时候更危险 会更危险 所以传染力的东西 这是很重要 神很小心的事情 所以有些在旧约的律法里面 为什么神说做这事的 用石头打死他 做这事的 对不对 我们怎样处置 这个是capital punishment 死刑 对不对 这个是不让这些罪有传染力 所以那个 张人心愿已经没有这个 但是我们知道 有些罪不能让它有传染力 但是还有我认为 更严重的就是 有一些罪已经威胁到福音的真理 所以我们每一次要明白说 威胁福音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为什么会威胁这个福音呢 因为教人会误解救恩 以致误解神的属性 这种我们要很注意 但是所有的罪不处理它 间接间接都会威胁到福音 但是在这方面 我给各位看有一个例子 我们一起翻到加拉太书好吗 加拉太书 如果各位有跟着牧师最近的这个《使徒经传》的系列 你会发现我慢慢慢慢要讲到这一块 可能是在《使徒经传》第十二章的时候 这件事情出现 加拉太书我们都知道那个背景是 加拉太信徒 他们以前接着保罗跟他们传的福音 他们信了主 但是后来他们受到有一些 割礼 受割礼派的人 他们给他们的教导说 你们信了耶稣还要受割礼 要守犹太人的律法 所以他们就混乱了 甚至有些人就接受这个道理 觉得基督的福音还要加上有割礼 所以我们都是把在福音加上的东西上 削弱了福音 威胁福音的这种概念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保罗就写加拉太书 告诉他们你们愚昧的加拉太人 你们为什么去从另外一个福音 那不是福音 这是人造出来的东西 然后保罗在这里 就写出有一次他跟彼得的经历 甚至他当面跟彼得对峙 彼得是很有权柄 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徒 是整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头目 那彼得有一次很微妙的 就是带出了一些不符合福音的有一些举动 然后也这样的举动 扳倒了很多人 那保罗说在那个时候 我当面与他对峙 这是什么事情 我们一起看第二章十一节 二章十一节 后来基法就是彼得到了安提阿 因为他有可责之处 保罗因为他有可责之处 各位不要这句话 就每次看到你不对 你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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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这样 你们要知道那个可责之处 当圣经讲这句话的时候 就是相当严重的 你不纠正他 就在里面腐烂的 一定要责备的 所以我就当面抵挡他 当面 从雅各那里来的人 就耶路撒冷那边 有一些的人 味道已先 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 寄致他们来到 所以一起吃饭 跟外邦人吃饭的意思就是接纳他们 接纳他们 这群人是得救的 蒙神祝福的 他们也信了基督的福音 领受了跟我们犹太人信耶稣一样的恩典 对不对 一样的恩典 都是选民的意思了 所以就跟他们吃饭 吃饭想必什么都吃吧 学圣经没有讲 外邦人吃什么 猪肉 龙虾什么都吃 可能都吃了 即使他们 那个雅各那群人来到 他们是什么 他们也是信徒 但是他们还是抓住 有一些信耶稣还要受割离的这些概念 所以这些人叫奉割离的人 奉割离 所以即使这些人来到 彼得因怕奉割离的人 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 这个其实是一个小动作 但是没有很当面的说什么 就是因为慢慢就远离外邦人 几天一来都吃饭讲话说笑 大家很接纳 很喜乐 忽然间就不跟他们讲话 不跟他们吃饭了 一个动作 这里十三节 其余的犹太人 也都随着他假装 假装 这句话很严重 甚至连巴拿巴也随活假装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 这个事情已经不简单了 彼得的一个举动 头目的举动 影响了下面好多人 对不对 常常跟保罗一起宣教的这个巴拿巴 亲眼看见什么 看见外邦人已经信了主 外邦人已经同盟神的恩典 这样的人也会受到这个压力 对不对 然后他也假装 就是说也都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 但我一看见他们的行为不正 与福音的真理不合 所以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起的 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 你既是犹太人 若随外邦人行事 不随犹太人行事 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 这个里面有那个意思了 为什么你是要间接给外邦人压力 告诉他们 你们也要服从这些受割离的人吗 也要去受割离吗 这件事就保罗带出来 各位 这里有一个不道德的行为是什么 各位 保罗说 他们假装 各位 假装的意思 其实有假冒为善的意思是一样 假冒为善 act 出来 心里面知道不是真实的 但是你act 假装出来 这个东西 我这样说 有些人在教会的软弱是很明显的 有时他们有血气 说话很直接 得罪人 当然这样的人不容易同工 但是我发现 我发现教会里面很多人都是被这些被触动的很厉害 你看他的态度 你看他的说话 对 我最近 昨天你们不知道 我们昨天在吉隆坡的时候 我讲完了到这 我给他们一个课题 我说 血气 血气和谎言 哪一个比较 对你来讲比较糟糕 比较严重 那有些好些人 假装的 这个 这个 谎言的举手 他说 三分之二的人举手 我就吓了一天 那血气 你们觉得血气比谎言更严重 那三分之一的人举手 所以我就知道 大家还对这种直接被触动的罪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包庇这些 这些事有时要劝解他们 要提醒他们 我们在一起要以温柔劝解 不能这样对彼此 对不对 弟兄跟姐妹讲话不要大声 有时候 这些都要 但是 现在更严重的 比这个更危险的应该是什么 比血气更糟糕 应该 假装的问题 假装 那这样不对的做法 装着好像没事 那彼得做什么 那彼得来到安提亚 他与安提亚的外邦人一同吃饭 但是这里说 从雅各那边有一些犹太信徒 是受割离的人 他们非常提倡信了耶稣要受割离 特别有一些行事法 这些外邦人也要守 他们提倡这些 当然我们很客观地想 这是犹太教跟基督教的一个转折的时候 所以有它的复杂性 很多地方他们还在 还没有弄清楚很多 但是 你要明白 这个外邦人 该不该守犹太人的律法的这件事情 外邦人是不是 就算没有守这个割离 但是他们也已经受神接纳的 在基督里被神接纳的 这个事情 请问彼得知道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 你们摇头还是点头给我 知道吗 你们读《使徒行传》 现在我们读到哪里 我们读到戈尼流的事情 他很快 他会见到异象 然后有戈尼流那边人来找他 他就去传福音 戈尼流全家就信主 他就亲眼目睹 大家被圣灵充满的事情 所以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他的良知已经知道了 神已经向他写明 当然 有一些事情是神如果还没有写明 真不知道 对不对 那神会怜悯 但是他已经就知道这件事情 看到了异象 然后 也知道神接纳外邦人 所以 他们领受一样圣灵的人 就是一样的救恩 一起吃饭 然后喜乐 但是 当这个奉歌里的人来的时候 他的表现就不一样 所以 这个是 主日说什么 这个伦理是什么 You know you ought to 对不对 这个是 你知道你应该的 你应该接纳 应该跟他们吃饭的 但是 你的现在 What you are doing now 你现在 正在做的 这个 What you are doing now 不是 你知道你应该做的 所以 伦理的一个概念 良知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我们 对真理 更认识的人 你的责任更大 有时候你已经在教会信主久了 你已经在领袖城 你已经看过很多的 是非黑白的分明的东西 你很清楚知道的 所以你更是要判断 你有责任 要说 要有立场 这个地方 所以 特别 彼得他是 我说他是基法 他是整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头目 他这么做的时候 当然连巴拿巴他一起假装 连巴拿巴都 好像自己曾经看过的 神这么的接纳外邦人的 他自己也摇动了 就这样的事情 所以 现在 不是这个举动 只是这个举动 带来的message 这个举动 所带来的 那个的伤害力 真的是怎样 威胁了福音 所以你看 威胁了福音 这个举动 威胁了福音 他叫基督的福音 被削弱了 所以 当我们说到 人违背基督教伦理的时候 最致命的地方 其实不是那个举动本身 乃是那个举动 背后 也是违背了福音的精神 所以 我们可以想的 如果 我们偏袋有些人的时候 背后的信息就是什么 某某人有某一些的条件 所以他们比较蒙神祝福 蒙神喜悦 所以你会发现的 我们为什么 有时候跟灵恩 跟五旬 这个方言的东西 有讲清楚 什么叫受圣灵的喜 你讲方言你就属灵吗 你有讲方言你就有圣灵 你有圣灵的喜吗 不能讲方言没有圣灵的喜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真理来讲 一定要讲清楚 所以讲清楚了 大家有判断的根基 是非的根基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了 但是有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 某一些的情况 比如说如果 有一些比较名望 有钱的人来到教会 做生意还是什么 比如说我去台湾的时候 我每次听很多人说 我们这里的牧师 他最喜欢生意人 他们把很多钱带来 带来教会 然后生意人就一个 就是影响另外一个 很多生意人这样教会就很壮大了 其实不是 教会的整个的力量是在于重生的人 不是生意人 重生的人在的地方 但是如果牧者们有这种概念 他就很会呵护有钱的人 做生意的人 就糟糕了 这教会慢慢的文化 虽然没有直接做 但是有一些对他们的客气 很寻他们前面的那种举动 会看得到的时候 就有一种假装的文化出现 整个教会慢慢 你就发现 就造成一种好像 人就感觉到有不公义的存在 那这个会影响到 人心里面对神的敬畏 对神的话的饥渴 对讲台的这种全病的服从 会影响到的 这些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很清楚知道 我们教会 当然现在人慢慢来到我们教会 很多人 有些人很有恩赐 很有才干才能 但是你们一定要 刚来的 一定要经过一个谦卑的时间过程 要学习这个教会里面的文化 当然我并不是说 这个教会的文化 你一定来到 这个教会走到今天 一定有一些文化 我们做事情是怎样 我们强调什么 高举什么 有些东西我们看重 有些看轻的 有一些这个东西 那当然你好的东西带来这个教会是可以 那有的时候 也不分好 还是一个做法的问题 你也要慢慢去了解 也不能说你有恩赐 马上就给你做教导 然后做小组长 做知识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偏重什么 偏重才干恩赐 没有偏重生命 这个东西我们要很清楚 要理解 所以这些方面都是很微妙的 我们要很谨慎 甚至连牧师自己的权柄的东西 我也很看重的 我也很知道 所以我在众弟兄姐妹们面前 你们可以问我各方面的东西 我会跟你们讲 为什么我这么做事 很不那样做事 有时候如果我有盲点 我会承认 但是我个人带领这个教会的权柄 是因为我秉行公义 那如果你说牧师纵容有一些人 或者比如说如果我的孩子犯错 我就纵容他们 或者说因为他是我的孩子 我就特别推荐他做年轻领袖 但是他的生命没有到 那这个是一定有可责之处的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对这种东西是 如果你问我 或者你有一点提示这种东西的话 我会一定跟你解释 为什么我这样做不那样做 所以我是没有偏袋人的 在这个教会 我是尽量取得在神面前很公正的做 但是你要知道 人的心是有复杂性的 他看有一些东西 他会有一点认为 有一点假设 但是其实不是真的东西 所以有一些话 有一些东西你们一定要问清楚 领袖城为什么决定这样 所以我们每年领袖城一定 我们四十个人要在一起 讲明有一些东西 如果教会我们说 为什么有一些人能够做执事 我们到一个地步 我们一定会解释 这个人的生命 他的贡献 他的什么 然后到一个地步 教会大到一个地步 我们也会说 我们是不是长老指示 是不是要用票选选出来 以前是牧师选 但是教会小的时候 你用票选不一定公平 对不对 因为刚刚来的人 你要看得到他的名证 对不对 但是教会大了 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有看见看法 那个时候 你是不是有用票选选出来 这些东西都是我想过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些东西不是你能够从你的教会 一个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长老会是做这个 我们会理工会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们要带来生命堂 那你了解这个教会的文化吗 它是怎么成长 神怎么带领吗 你要明白神的作为 这些东西是牧师会给你们一个一个解释 为的是什么 为了叫你们知道 我们都是寻求神的心意做事 寻求神的公义 也寻求神的心意 神的带领来做事情 所以这样的话 大家才会尊重敬重 在你们当中治理你们的人 然后也会服从他们的劝解 这是很重要的 当然我不是神 我不是教会里面每一只蚂蚁都看得到 不可能这样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我也有自己的认为 我也跟我自己讲 可能我判断的想的一些事情错 你们给我解释 那我是会明理的 我是听一个人的解释 对了 对了 真凭实据 有条有理 对的 我会接受的 我是尽量不会偏向我自己认为的 你们要懂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我认为是这样 我认为那个人是这样 我认为 人跟你解释了之后 你的认为就要放下来 要认清 这个就是我昨天在金融波讲的这个东西 因为我发现有些人跟他解释解释 还是我的想法 还是我的成见 还是牧师 你不知道这样这样 我说你是神 你什么都看得到 我看不到 不能 有些人说 牧师那个人每次就在你面前好 在别人面前不是这样的 我也懂 但是你也不能抓住这个东西咬着 我讲你也是 你也希望牧师看你是好 对不对 你在我背后也不好的东西全部摆设出来 大家也看到 人也都有这个软弱 对不对 但是我们尽量客观 人的过犯到什么地步 值得你这样批评他 明白吗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很 怎么说 不是区分的这么清楚 不是黑白的东西 有时要考虑到人的处境 环境这些东西 然后人的信心的程度 才会理解 所以祷告会我跟你们讲这些东西 你们就慢慢懂 牧师在治理教会的时候 那个公义慈爱的眼光在哪里 也一般上 教会是有慈爱的 无论人犯了什么错 他愿意悔改 或者说谦卑下来 牧师是奸 但是不要自我为一 不要有时候无中生有 这些东西是在公义的神面前 或者一个传讲真理的教会是不能存留的 所以最后我说 在这个地方我讲完它 那么 在这些东西 我们特别要谨慎的是什么 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就是领袖的谨慎 你看到彼得的软弱 绊倒了巴拿巴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 领袖这么做的时候 很快就成为一个文化 领袖是建立那个群体的文化的人 他重视什么 心看什么 整个教会慢慢就是会这样的 所以一个牧师也好 也是一个领袖 牧师长老传道都是领袖 对不对 执事们也是领袖 小组长也是来说是一个领袖 所以下来弟兄姐妹 一定会看他们的行为 他们的决定 怎么处事待人 所以他应该做的 如果不做 不应该做的去做 很快会影响旁边的人 形成一种腐败的文化 但是有时候是一些小过失 提醒一下那就好 所以我就这样说 我们很多方面我们看到 所以你们看 我给各位看第十四节 你看保罗这么说 我一看见他的行为 他们行为不正 与福音的真理不配合 然后就在众人面前对击法说 你既是犹太人 如果随外邦人行事 不随犹太人行事 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 彼得可能会对保罗说 我哪里有 我没有勉强他们随犹太人 但是对保罗而言 他的举动根本就是勉强外邦人 活得像犹太人 要遵照他们的礼仪来活 所以这种间接的压力 所以我们领袖有时候要小心 我们有时候人的心是有偏的 对不对 因为有偏向 有时候我们对这个人 有可能好像不是很喜欢他 然后你就对他没有爱 给他一种或者给他一种压力 但是你一定要问 你的偏向是对的吗 你一定要判断正确 不能随着心理的偏向 心理的偏向 所以判 我知道有一些教会 牧师就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所以好像牧师不太喜欢 或者不支持牧师的观点 很容易被贴标签 不支持小组长的就被贴标签 然后就喜欢他的 常常就是得到很被重视 为什么他们就是他的人 这些不是他的人 就被贴标签 这种东西也是要小心 有时候你自己没有长眼睛看自己 有时候你长眼睛看别人 或者是可能我现在是小组员 我的小组长这样 然后你批评 然后有一天你做小组长了 你有一点权柄 你也会 我有我自己的人 你们有没有发现 然后你就会偏向有些人 你不能和客观的看整体教会 一视同仁 所以你们明白吗 牧师要让你们做一个小组长 一个领袖 我是很多方观察你们 我真的是很多方观察 当然我不是神 我的眼光没有办法完全 我有考虑到人的软弱 软弱到哪里 有时愚昧的也有 但是愚昧到哪里 有些人是一点愚昧 纠正一下就好 有些人是很愚昧 有些人是隐藏那个愚昧 我没有这样 所以你要知道 当我们在一起生活当中 尤其是一个有真理的教会 神的真理光照 人的行为摆出的时候 很多东西是会看得出来的 所以我们在教会壮大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很多东西谨慎 我昨天跟吉隆坡的领袖们开会 我说我们教会以前开始的时候 就是这个蒙福聚会所 十多个人 我以为我来一年之前 来了一年 教会最多三十十个人 我们这样一个教会就好 谁知道现在 每次我去的时候 一百五十个人 然后我不在的时候 一百个人 一百十 一百二这样 这样的 教会都已经差不多做满了 原来已经签三年的时候 现在好像看起来要搬家 那种光景的时候 但是这个是没有关系 这个是一个幸福问题 我们每次这样说 但是我说 你们要记得 你们八个人 以前你们只是一个聚会所 很随意 对不对 用钱 各方面 有时候没有讲 就解释就买了 什么东西 这些 现在 整个教会已经到这个地步 已经一百多个人 你要向众人交代 你钱用在哪里 怎么用 决定为什么是这样 你们要懂得解释这些东西 然后你们也自己要给自己画出那个界限 那这些东西是我就去的时候 你看如果我不去怎么教导他们这些东西 你一定给他们看 治理教会是怎样 神的公义怎么实践出来 然后弟兄姐妹才会在公义当中看到慈爱 这个教会是对 就有公义慈爱 不是只有气氛好 然后做出来做事情的时候好像就不对路了 有时候这样 所以这些是 我一直跟每次去的时候最后跟领袖们有讲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基督教伦理 需要的一个地方 我们总之 讲了基督教伦理 各位 我们都很知道需要 对不对 但是你们听牧师现在讲这篇道的时候 我不是要大家成为一种戒律主义 听了基督教伦理之后 失去了智慧 做事情就是 是就是是 不是就不是 好像这样 就是黑白的眼光 没有明白不同层面的文化 不同教会的一种 他们现有的一种做法 我们很多时候去 一个意见教会要了解 那教会整体的一些 他们的文化背景 然后他们的做事一来 然后慢慢调整 慢慢走向神的公义 要这样做 我们 神明堂也是 一直要越来越在神面前做的清正 但是这个是一个长进 progression 望着 perfection 对不对 完美的追求完美 它是有长进 那这样的教会是 神一直加天智慧 加天 所以你看耶路撒冷也是 一直加天智慧给他们 怎么做事处理 然后有执事们起来 把教会治理的越来越好 这个就是我们神明堂 一直的一个走向 教会忽然间很多人的时候 领袖们有一个警觉 说我们要做出调整 我们自己也要很谨慎 我们的行事为人要谨慎 这些事 牧师愿意大家都一起 我自己也这样了 所以我把这个也传给大家 OK 好我们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祢今天借着 这个短讲 使我们很清楚知道祢的心意 也特别在教会 现在这个改革培训班 教导基督教伦理的时候 主我们很多学习的地方 主我们知道 主喜悦我们 所以祢把祢的真理赐给我们 教导我们 让我们越来越清晰 懂得追求主的公义和慈爱 主 但愿这个教会都在 这个公义和慈爱里面成长起来 感谢主 我们一切荣耀归给主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